老闆,今天难得帮你设计 因为这家屋10尺有1518尺 最美,除了有海景 还要有一个大屏层 进来有小缘关位 这边可以放鞋柜 一个长型的客饭厅 这边是饭厅的位置 客厅就放在这边 梳化可以放在那边 电视放在这边 看上去三岁湾的泳滩 加上山景 美的,还有一个大露台 我们走出来的感觉是相当好的 前面是海盈叉 墙都是够的,闊度不够 但是试探够,是好的 厨房这幅床其实差不够 不过你想要紧厨 它也做到给你的 两边的工作台 外连一个工作楼台 这个工作楼台有点浪费的 正常可以连起来 桌面这边负责煮东西 这边负责洗东西和设计 升盘也很大 还有一个伸俗的水龙头 彩光面又足 这些厨房用起来就相当正 蒸焗炉也有四个酒櫃 大雪櫃 河宅必备的工人房 都是比较长身身有窗的 睡房区有四个房 我们进入第一个房 整个空间都很宽 方正 看出去就是海溶公园那边的海景 因为我们去到41楼 叫做特色楼层 楼底会更高 浴室也是四件套干湿分离的设计 收纳量都很充足 下次简单起立为主 普通睡房都比一般的睡房更大 还要高 还有一个玻璃幕墙 超级正 另一间睡房 其实跟刚才那间大同小一点 只不过左右要转 最后看一看主人套房 咦?这边不叫主人房 这边叫做其中一间套房 刚才拍的那间应该是主人套房 不过这间用主人套房 我觉得会更加好 因为这边又有海 这边又有海 这边看的海还要向南海 看得到最好盆 就是双边海景 最漂亮的 摆位上这边的设计会更轻松 因为这边可以做一个很大的衣柜位 套切 用浸用 也挺他条 整个景观这边比刚才那间更漂亮 似的单位发展商就是一口价 三万元内 低层那些 两万六、两万七都能卖到 所以它是更加的很厉害 它价值一万元 似的单位大概三千八 你觉得怎样 欢迎留言我 我就知道 Bye